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武专家的话称 中国在新疆哈密地区新建了另一个导弹发射井基地 发射井数量为110个 这是他说的 不久前 美国另一个机构声称 中国在甘肃郁门地区新建了一个拥有约120个发射井的 洲际弹道导弹基地 这两个报道都是依据商业卫星拍摄的图片下的结论 中国官方没有回应美方的这些报道 有中国人提出 美方所称的那些发射井可能是锋利发电的基座 对这些说法中国官方也没有呼应 近来美国和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核武器的议论不断增多 大的原因应该是两个 一是美国已经将中国当做了主要战略对手 各种围堵中国的政策不断加码 两国战略冲突的风险在增加 美国自己都在强化核武库 他们作贼心虚 天然的认为中国会采取同样措施 二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支持扩大核武库 美方判断中国那样做会很轻松 美国国防部去年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认为 中国核弹头数量会在未来十年增加一倍 美国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多名共和党高层 更是预测中国会在2030年前后拥有近千枚核弹头 与美国形成某种意义的核军事 中国到底在围绕核武库做什么 这是最高国家机密 纽约时报的文章怀疑玉门和哈密地区的那些发射警 是故意让美方通过卫星看到的 而且呢 有可能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会装上战略导弹 另一部分则起障眼法的作用 这是他的说法啊 美国媒体和相关机构反复炒作新发现的中国发射警 根本目的我认为是要向中国施加舆论压力 他们一直认为西方舆论对中国起作用 能够增加迫使中国改变行为的力量 另外呢 美国一些力量热衷于推动核武库进一步现代化 媒体和上述机构炒作中国发射警 客观上为美国升级核力量提供了更多理由 很明显的一点是华盛顿希望长期保持美中之间当前核武库的差距 认为呢 这样的绝对优势将有助于美方保持针对中国的战略攻势 以及胁迫能力 支持美方的终极自信和优越感 老胡的主张呢 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 咱们中国千万不能受美国舆论的干扰 我不知道中国的核威慑建设都在做些什么 但我希望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以及质量都在提高 看看美国的政客们在怎样说中国 看看他们的军舰和飞机在中国周边那些富有挑衅性的行动 中国必须全面加强军力建设 而核武设立是整个中国国家安全的基石